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今天已经找了三个工地了 都没有合适的活 也不是说男人懒 也不是说咱干活挑三拣四的 现在的老板不好共事 要不你给他干的活 他才给你百分之六七十 要不他要的质量可言 没法给他干 都感觉不是咱的男人懒 是现在的活不好干 是现在的钱不好挣 没有办法真是能把人逼死 我看到这男的去找活 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跑 我也心里可难受 我当个女的我也是感觉替不了他 给他分担不了 男的太难了 感觉他当个男人真难 很多男人他已经尽力了 他不是懒 他尽力了他也没办法 现在社会就成了这了 他有啥办法 他挣不下来钱 他也没有办法呀 太难了当个男人 2024年农民工找工作太难了 到处找不到工作 视频显示很多农民工 在一处劳务市场找工作 人群拥挤 这些农民工很难找到工作 住族四处观望 依然无人问津 农民工及时找到工作 薪水也很低 建筑行业也凉了 如果你老家是农村的 身边有亲戚朋友在工地打工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没活干了呀 干半年歇半年甚至很多 在工地里面都找不到工作了 工人工资压的也很低 泥工400一天降到了300 木工350降到了280 钢筋工360 现在只给300 男杂工200 女杂工180 就连挖机撕机 泥头车的工资也降了 本来一年就挣不了几个钱呀 干最苦的活拿着最少的钱 房地产的萎靡确实影响了很多人 在中共经济不断衰退 农民工大批失业降薪之际 中共当局于近日发布文件宣称 要在未来五年间大规模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引发外界关注 中共国务院7月31日发布了所谓 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文件 宣称更好地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用五年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 中共的计划提到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 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 取消落户限制要求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 积分落户政策 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分析认为 所谓个别超大城市 最先应该指的是北京 北京落户积分指标逐年收减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 2024年申请积分落户者超过10万人 当中仅大约6000人最终取得落户资格 根据中共的计划 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将取消落户限制要求 300万至500万的城市放宽落户条件 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则是寻求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新的计划重点关注河北、安徽、山东、湖南、四川等地区 中共当局提到这项新计划有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 具有庞大的内需潜力 分析认为这等于中共当局间接承认 通过户籍转换手段实现新的财富掠夺 根据官方测算 城镇化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需求 可以拉动1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 中共放开落户限制让农民进城去买房子 原来各地地方都有不同招数 现在只是统一行动了 但还是有条件的 只有少数人口才能够去落户 冯崇义说现在中国三大危机 一个是房地产危机 一个是金融危机 一个是政府的财政危机 特别地方政府他现在拿不出好的办法来 因为钱都掏光了 没有接盘侠让房地产起死回生 所以就想到农村 特别是进城赚了一些钱的人 当这个接盘侠 这是一种应急措施 就是手头还有一些钱的农民进城去买房子 解决中共的危机 中共建政初期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 限制了人口流动 使农业人口在福利资源分配中 处于劣势地位成为二等公民 过去几十年各界一直呼吁废除户籍制度 2013年11月当局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但过去十年的行动成交有限 2022年7月12日 发改委和2023年8月3日公安部公布的相关改革措施 与今年的新计划相似 大陆法律学者杨春表示 户籍制度是毛时代开始搞的城乡二元化制度 中共现在推这个五年计划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一样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中共三年的铁血风控是经济萧条 加上大撒币搞金钱外交 把中国的经济掏空了 现在想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就想把农民诱骗到城里去 带动城市的经济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中共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声称要解决三农 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但每年都没有解决问题 中共从来没有真正想改善农民地位 如果真要搞户籍改革 应允许农民和任何人自由的迁徙 也不应该把北京和上海都排除在外 谢田说 中共现在新推出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计划 实际上是看上了这些农民手中的钱 和他们手中的地 现在经济在衰退中 急需要找人来消化这些城市的房地产 房地产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还涉及到金融机构 现在实在找不到更多的人来买房子 我们知道他在城市里面 甚至鼓励年轻人去动用父母的退休金去买房子 甚至很荒唐的要求在校大学生去买房 但房地产销售没有起色 现在他就看上了农民 谢田表示 中国农民虽然不富裕 但是有几亿人还是有一定的购买力 现在中共希望农民进城 帮他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 这是中共唯一的目的 他并不是要为农民着想 或者想要真正消灭城乡差别 和这个万恶的户籍制度 中共三中全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增加税收 横征暴敛 现在又骗农民进城 但中国农民也不会那么轻易上当 房价还在不断的下跌 没有人会去买 罗树专家则认为 农民落户城镇无法改变中国经济的持续衰退 而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今天 城镇中更多的失业农民只会让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官方计划提到 不得以进城落户 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 包括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由于土地对农民来说至关重要 农民进城后是否会放弃 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一直是关注的焦点 中国目前仍有超过2亿人以进城为落户 大量农民工不满足大专以上学历的落户门槛 也没有交足够年限社保 进城打工不能落户 也有不少人不愿落户的原因 是进城落户住房以及子女教育没有保障 许多进城农民工更愿保留农村户籍 以保住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 除了上述中共提出的行动计划 为刺激内需和稳住房市 近期多地政府以扩大推行事点近10年的 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 表示如果满足并在指定地区买房 可获奖励或购房折扣 宅基地是指在中共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 农业人口可以用于修建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 无需缴纳任何土地费用 具有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 宅基地上建成的房屋属于农民个人财产 但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今年6月安徽凤阳县政府表示 从6月20日至今年年底 自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并进城购房的农民 可获得一次性5万元人民币的购房奖励 江苏南通市最新公告的通十条房地产新政 包括至明年6月30日期间 在主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加大给予购房款总额1.5%的奖补 若自愿退出或放弃农村宅基地而进城购房的 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 此前湖北厄州也提出过类似的政策 鼓励农村居民进城购房 称会按照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 陆媒第一财经发表评论表示 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 需要保持政策上的相对稳定 而宅基地改革起码包括三项原则 自愿公平有偿有效利用 中国四川农民任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农民的反应应该很冷淡 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根 一旦失去宅基地就失去了农村的根本 农民就回不去了 回去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说对农村人而言 祖宅是内心安定的港湾 绝对不可能轻言出让 政府现在的做法就等于是把农民的根都拔掉了 他表示为了救防势 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 但他实在不能理解 有那么多政策工具可以选 为什么非要打宅基地的主意不可 因为坦白说 能买房的人都已经买了 政府现在是进一步针对 没有购房需求的人下手 他说事实上 留在农村的人算是比较贫穷的人 而且很多都是老人 如果把他们仅有一点价值的宅基地 换成五万块钱 但这些钱在城市里购房 可能连交个首付都不够 况且中国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好 城市里的工作也很难找 农村人拿了五万块进城 买不起房也找不到工作按揭买房 然后老家的宅基地也没了 可能真的从此居无定所 只能到处流浪 还不如原本住在农村 至少有个安身立命之处 而且死后也有地方安葬 当局出台多起鼓励农民到城市制产的举措 也引发许多网民质疑 有人认为这是在强制推行城市化 连农民最后一点宅基地也不放过 此外放宽落户仅有利于已在城市买房的农民 而村里但凡肯干点活的青年 或买得起也已经买房了 剩余的宅基地可能甚至卖不上价 谢田表示宅基地入市流转中 能够把土地买下来的 都是中共的权贵或者有关系的人 农民放弃了自己的宅基地 最后这些土地进了中共的权贵手中 冯崇毅说当局想利用农民的宅基地 打着自愿有偿退出的名义 但事实上各地会用欺骗手段 让农民交出宅基地 中共不承认土地的私有 宅基地的使用权 收益权都在农民手中 现在他模糊概念说 这个地实际上是集体的不是你的 你人住在上面 他不能赶走你 要出人命 但一旦你签了合约出让了 他会卖这个地 这是他们解决土地财政危机的一种方式 不过他认为农民真正上当的不会太多 资深时评人蔡沈昆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当局积极转移农村人口到城市 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那就是希望急约化管理 改善当前零星农地废耕或荒芜的情况 然而与其转移农村人口到城市买房 不如保持农村原有的风貌 同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让农村的人也能够在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安居乐业 蔡沈昆说 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接近尾声 留在农村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如果到城市生活只会增加地方负担 他在农村有自己一目三分地 能自己种点菜 种点粮食 或者是做一些交换 至少还能保持一个温饱 如果把这批人赶到城市之后 他没有收入来源 城市的物价又高 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的 他靠什么东西生活 最近的中共三中全会号称推出了300项具体措施 这个新型城镇化的五年计划很明显是其中一环 杨春说 中共放开城市入户的同时 并没有给这些从农村新进到城市的新市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帮助就业的民营经济实际上长期受打压 外商投资企业撤离 现在城市失业率高涨 所谓的城市化城镇化 绝对不应该是片面的扩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中共强调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这种共产专制的观念 整个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就不可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应该从政治上解决 中共官方数据称中国城镇上半年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 城镇劳动力供给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3亿的农民工 但作为失业最大群体的农民工却不在中共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此前美联社报道 几十年来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 他们在血汗工厂劳作建造自己永远买不起的公寓楼 为中国转向经济强国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年龄的增长 第一代农民工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工作 但许多人经济拮据 养老金微薄或几乎没有 不得不继续工作 然后在当今中国经济低迷 人力功过于求的情况下 农民工正面临着直缺减少薪资水准大幅降低的困境 南华早报2月27日报道 一名在浙江开设照明产品生产 与出口的徐性业者受访时谈言 由于出口订单减少 公司能够提供的直缺有限 却有大量外地的劳工涌入 广州市人力招募机构的一名理性职员则透露 在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情形之下 今年深圳和东莞临时工的时薪普遍已降至18元至19元人民币 比三年前的同期减少了约30% 他表示当前人力需求疲软的原因之一 是有部分当地工厂已迁往海外 而订单减少的企业正在竭力降低成本 报道引述业界人士的分析指出 现在首边资金还能有余余的企业主更加倾向在海外投资 这是他们仍然愿意扩张的唯一领域 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7月23日宣称 今年上半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所谓整体稳定农民工就业 所谓稳中有进 官方的这些说法引来外界质疑 新西兰资深媒体人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表示 中共政府说谎话假话历来如此 那么现在之所以舆论翻车 是因为到了老百姓的日子里 确实已经到了过不下去的程度了 特别是失业 这不是通过谎言可以掩盖掉的 好 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